我看了几个领导 到我这来一视同仁 不计义主 第三 叫不计言语冲撞 不管你这个人说话 过去顶过我没有 你对我说话怎么不礼貌 不计较 第四 不计来自何方 你是当年跟我从沛县出来的 你是从项羽阵营过来的 英雄不论出处 只要到我这来 一律欢迎 他有四个不计较 这四点 非常难做到 我们逐一的做一个说明 先说不计前嫌 一说不计前嫌 对刘邦有所了解的人 一定会想到一个人 就是刘邦最恨的那个人 是谁啊 永耻 永耻是刘邦最恨的 也是刘邦整个集团都知道刘邦最恨的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做了个什么事呢 就刘邦一起兵 他就叛变了 把封义 交给投降给魏国了 刘邦三公封义再打下来 所以刘邦对永耻是恨到骨子缝里头去了 一直想杀他 因为他功劳大 没有杀 等到汉六年封侯的时候 又去接受张立王的意见 先封了永耻 做了十方侯 到了汉十二年 刘邦唱了大风歌 回到故乡的时候 他把沛县人的赋税全免了 封义的人 他没免 这个时候永耻已经被封六年了 永耻被封侯 六年以后 刘邦提到永耻还恨得压根痒 但是压根再痒 心里再恨 一不杀 二封侯 这个很不容易 这件事 我只想我的 讲一点看法 人皆凡人 所有的人都是凡人 皇帝也是凡人 皇帝是对国家负有重大责任的凡人 所以我们不能要求说 刘邦没有七行六欲 说刘邦可以不能够记仇 刘邦不能有报复心 这不可能 刘邦是个凡人 他会记仇 他也有报复心 刘邦做皇帝 还要报复他的大臣 下面我们还要讲例子 做皇帝 还要报复他手下的大臣 但是 刘邦能做到一点 他能克制自己的这种不良情绪 仇恨 仇恨 报复 他能克制自己 不让他泛滥 这就足够了 这个我们是不计前线一个例子 再一个给永耻相关的 还涉及到一个叫王陵的人 这个王陵 跟刘邦的关系 有两点不合 第一 参军晚 刘邦一起兵当配工 人家王陵拉起一个队伍 不参加你刘邦集团 你玩你的 我玩我 咱俩不一块玩 后来才加入 加入时间是楚汉战争开始 这叫参加革命的时间晚 第二 参加了刘邦集团以后 这个刘邦集团 所有的人都知道 刘邦最恨永耻 这个王陵 天天给永耻的关系最铁 你看 这个王陵有这么两点 第一 参加工作晚 第二 给刘邦的仇人 关系最好 这一般人 对于领导的仇人 不敢深交 你要给一个领导的仇人深交 害怕什么呢 领导迁怒于你 王陵不怕 照样给永耻来往 那么 王陵为这两件事 付了代价 史书有这么一段记载 这样说的 以善永耻 永耻高祖之仇 灵幼本 无从汉之意 已故后封陵 为安国侯 什么意思呢 王陵 王陵第一 跟永耻的关系非常好 永耻是 刘邦的仇人 第二呢 灵幼本 无从汉之意 他本来又没有参加刘邦集团的意思 因为这两个原因 所以刘邦封 王陵为安国侯 封得很晚 王陵付代价了 封口 封得很晚 人家一早都封了 他迟迟到最后才封 就这两条 这说明流氓什么 第一 记仇 第二 报复 又记仇 又报复 所以他封得很晚 但是毕竟 封了 能封了 这就不错了 是吧 你给领导的仇人关系那么铁 最后还封你了 这就算不错了 别忘了 最后还有一条 刘邦临死之前 吕后问他 相国人选 刘邦说了很清楚 第一任 萧和 萧和死了以后 曹参 曹参死了以后 王陵和陈平 你看 刘邦临死之前 把他不喜欢的王陵 安排成第三任丞相 担任右丞相 在左丞相 陈平之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刘邦 有容忍的哑量 他恨过他 他也报复过他 但是最后在安排重要岗位的人选的时候 还选王陵 那么刘邦看中王陵什么 看中王陵的耿直 和王陵的不畏权势 刘邦再有权 你刘邦的仇人 我照样来往 所以刘邦最后决定 这样的人做丞相 还是好 最后选了他 这叫 第一个不计 叫不计前嫌 第二个叫不计一主 什么叫不计一主 就一个人一声跳了好几次槽 你比如陈平 叫三亿其主 陈平是先给魏王揪 从魏王揪那又跟项羽 又从项羽那到刘邦 这叫三亿其主 所以陈平这个人到刘邦那以后 就受到两个人的排斥 一个是将侯周博 一个是影影侯冠英 将冠两个人就说陈平的坏话 说到什么了 反复无常 跟魏王 跟项王 跟汉王 这个人老爱变心 花心 一会儿跟这个 一会儿跟那个 第二个受到人们责难的 是蜀孙通 蜀孙通更不得了 蜀孙通叫六亿其主 蜀孙通开始跟的是秦始皇 但秦始皇不久就死了 他就跟着秦二世 等到秦二世想乱杀人的时候 他说了一项公卫话 他跑了 跑了以后 参加了项梁集团 跟着项梁 第三个主人项梁 项梁一死 他看着楚怀王雄心的势力大了 跟着楚怀王雄心 这是第四个了 后来一看楚怀王雄心不行了 项羽行了 跟着项羽了 再一看 彭生之战以后 他又觉得项羽不行了 跟着刘邦了 六亿其主 这些人 总是被人们古今 古今 从古至今 人们提到陈平 特别是提到蜀孙通 一直到今天 很多学者提到蜀孙通 都觉得这个人不行 我想为陈平给蜀孙通说几句话 我想是这样的 两段话 其实人的一生 大家要记住 真正关心你的人 是非常少的 很多人 很多人是只看结果 不问原因 所以你不要指望别人会多么认真地关心你自己 即使是非常欣赏你的人 也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会忽略你 他们只看到你三亿其主 六亿其主 看不到你三亿其主 六亿其主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学会理解 要理解别人 要学会不抱怨 不要抱怨这件事情 这是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 就是只看结果 不问过程 谁去问你六亿其主的原因 没有人问 只看这个结果 然后就评论你 反过来你看张良 张良一出道就遇见刘邦 然后一直跟着刘邦 最后立功封侯 所以大家觉得张良很忠诚 叫从一而终 老是受人们表扬 蜀孙通六亿其主 老受人们批评 其实张良叫幸运 蜀孙通叫不幸运 所以我觉得 像陈平给蜀孙通这种人 我们应当给他们一点宽容 刘邦的可贵 就在于 他不计较 是不是 异主之人 你看陈平来了 照样受信用 蜀孙通来了 也受重用 他不在乎你异主 换句话说 他不在乎你跟过谁 你只要最后跟定我了 我就对你很好 这就是刘邦 有魅力的地方 陈平和书孙通一生中不断的换主人 这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他们的缺点 而事实上 正是由于人们的这种看法 无形之中放大了陈平和书孙通的缺点 反而掩盖了他们两人身上的长处 而刘邦恰恰不计有这些 所以他能够看到长处 并为我所用 这反而彰显了刘邦的个人魅力 那么刘邦的个人魅力 还有哪些表现呢 第三 不计言语冲撞 那个说话难听 刘邦不在乎 说话难听 最难听的莫国语周昌了吧 周昌这个人 我们讲过这个故事 刘邦骑在周昌的脖子上 问周昌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昌说陛下乃节奏之主 你是那个王国的夏节 和王国的商周王一样的国家 这话非常难听 但刘邦听完以后 哈哈一笑了之 照样信用周昌 这个周昌 后来在刘邦准备换太子的时候 他也是顶刘邦顶得很厉害 他一张口一个 臣戚戚之气不可 臣戚戚不奉赵 顶得刘邦非常厉害 但刘邦照样信任周昌 唯以重任 把最后保护赵王刘如意的重责 就交给周昌了 那说明刘邦对他的手下大臣顶撞他 他不在乎 你说话难听也好 不难听也好 态度好也好 不好也好 刘邦不在乎 不计较 这样他才能团结一大批人 这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做皇帝的人 但是等刘邦一死 吕后 赵王刘如意进京 想害 刘如意的 周昌不让他走 连下几道招书 周昌不让 最后吕后一气之下 把周昌招进来了 大家听听 吕后怎么骂周昌的 而不知我之怨其是乎 而不浅赵王和 这话翻成 现在汉语就是 你不知道我恨那个齐夫人吗 你不让赵王来 你不让赵王来